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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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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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订阅明镜 慈悲的海淘法师 并为众人讲述尊者的故事 那在这尊在佛教历史上 叫有佛居多 然后呢 这边人叫不把过 信 信就是阿罗汉的意思 所以 就是 不把过尊者 然后他是在佛陀 涅槃以后 也是佛陀授记 释迦摩尼佛把 涅槃以后 把僧团交给 迦瑟尊者 迦瑟尊者传法 给阿难尊者 阿难尊者传给第三组 叫桑那和修 桑那和修尊者 在乌巴库就是第四组 所以又不去做尊者 然后一直传传传 传到第28代达摩祖师 达摩祖师再把这个 活陀原始的 禅的这种心吧 传到我们中国来 然后二组到六组 慧能大师 那这个欧巴库尊者 他事实上 也帮助了 阿玉王 那个时候 那在这个世界 不知三宝 佛经节级 还有呢 在世界 包括我们中国 盖了 八万四千个佛的设立 也是这位 也是这位 乌巴库尊者 国师 帮忙的 那佛库授记 是因为 在 佛涅槃 以后 这个世界上有魔 会一直障碍 佛教 所以佛库说 这位 乌巴库尊者 他叫什么 来念一下 禅定第一 他禅定第一 而且能够降魔 所以 那个时候 虽然 阿玉王 过去杀了很多人 然后被杜了以后 开始护持三宝 有惭愧心 想要赶快来 建佛塔 护持三宝 消除他的杀业 但是魔王 就会出来障碍 所以那个时候 佛陀就授记了 在 阿玉王 开始要利益众生的时候 那魔王被障碍 就靠这位 乌巴库尊者 那乌巴库尊者 那个时候呢 当魔王 把 佛陀 把阿玉王 供养佛像的花 都带在那些 出教人身上 意思是说 你们 没有办法 打赢我 我反而把这个花 套在你头上 让你 能够 就像跟他玩一样 后来 乌巴库尊者一出现以后 他是在水里面修行 叫水中 发柴火 他就把 那些 死掉的尸体 很臭的 然后呢 用神通变成花 变成花以后 然后这些 魔王把这个花 丢在出教人身上 然后他又把这个 变成的花 来 布施点 魔王 那魔王以为 那个是 哇 好漂亮的花 套在他身上以后 给你们死掉的尸体 一大堆臭的钥匙 他怎么样 用 用他的魔力 也甩也甩不掉 后来实在没办法 他就来求 那乌巴库尊者 乌巴库尊者才说啊 除非你答应从今天开始不再伤害佛教 来护持佛教 我才把你身上的那些花臭的尸体拿下来 这个魔王说 佛陀在世的时候 佛陀都没有这样伤害我 那你比佛陀修的不好 那乌巴库说 没有办法 因为佛陀用慈悲啊 我是阿罗汉的 我用神通啊 所以 那么魔王没办法 只好答应了 答应以后 他就扶持佛教 所以那个时候佛教还可以慎请 所以这位乌巴库尊者 在佛陀在世的时候 就已经四线了 四线一个很骄傲的修行人 后来被佛陀调伏了 而归伤法 他曾经也四线做一只猴王 这只猴王供养伤法 那佛陀都把他的本身故事 也讲出来 然后乌巴库尊者 他都在水里面修行 所以他叫水中骗官 他是因为看水 然后呢 修禅令 把世界所有一切 都变成无二分别的水 而这样证了阿罗汉 但是呢 他没有佛陀的向好庄严 所以他叫无相佛 那现在各位看到这个 在缅甸人认为 乌巴库有大神通 而且非常慈悲 那他们这边的小沙咪 就走很远的路去脱坡 脱坡回来以后 如果超过十二点 小沙咪 就没办法吃饭 那乌巴库可以看着太阳 然后太阳就不动 太阳就不会超过十二点 然后小沙咪就可以吃了 那这个也代表 缅甸佛教的一个特色 就是什么 来过午不食 缅甸佛教 他们很骄傲 他们实际也吃得很好 乌巴库永远就看着 看着太阳在吃饭 就是过午他绝对不吃了 但是也这样来保护小沙咪 乌巴库尊者 风调雨顺 满众生愿大家发财 来 一心鼎礼 禅定第一 乌巴库尊者 当愿众生 所求如愿 对啊 反正对啊 阿博不得 那也说好 那有两种 一种是各位 如果你有烦恼 有烦恼有障碍伤害你 那你要在乌巴库尊者面前 点灯供养就可以 那如果你要求发财 消病苦的 特别求发财 用水供养 这样 如果要父母健康 超度 他们有用这个 敏铁人喜欢用这个香蕉椰子 这样来做供养 烟共云阴晕中 佛子们前程又绕 声声佛号 圆满了当天 在乌巴库尊者吉祥放生园中的 烟共诗实与放生行动 被视为仰光地标的 仰光大金塔 又称为瑞德贡大金塔 或雪德贡大金塔 是缅甸最主要的佛教圣地之一 从历史的更迭中 淬炼更古的仰望 仰光大金塔 群落建筑 因圣家塔拉山 安奉佛法的圣地传说 奠定其在缅甸佛国的精神地位 塔林环绕的竹塔顶端 以纯金塔叉 镶嵌历代王朝典藏的名贵宝石 也相对彰显了 仰光大金塔 在缅甸的历史高度 事逢巨石月 先节千佛书圣功德日 视共僧为无上得业的海淘法师 没错过为众生修造福田的好机会 再度领众前来共僧 圣部作老和尚首先致辞 对于海淘法师历年来 领众行善 精进不错的补师与功德 表达由衷的感谢与赞许 同时赞领功德纪 揭开共加沙与共僧的前行仪式 接着上部作法师 领众赞经 佛子同生礼赞 前程范音中 全是律仪的神圣与庄严 精湛泛败后 也启动了共加沙 与共僧行动的殊胜善举 我们今天讲供养加沙的功德 经典说 所有安全不遭破坏台车的人 也不会有车祸 世界减少 而且外表庄严 具足财富的经典说的 而且供养加沙 可以修柔和忍辱 可以发起出离心 供养加沙可以突破障碍 这个往生者供养加沙 这样还也可以升更高的天 所以各位现在手上拿着加沙 每一个出教人都代表佛一样 然后我们替 以六道友情 把爸爸妈妈为首的六道友情 在我们背后 给他们供养所有的佛 以这样供养加沙的功德 各位将来就会出身高贵 因为一个凡夫穿其宴加沙 就变成像商宝一样 费尊敬 供养加沙人将来出身高贵 有地位 有福报 我们希望这个功德 每个人都不要评鉴 大家外表都好看 有福报 将来也可以正的解脱 将来各位你也要穿加沙 好不好 要把这个宴穿加沙 不是为了个人解脱 就像交通警察一样也要帮助整个世界 没有灾难 也愿他们都存活在供养加沙 在六字大明咒的慈悲范音中 众人两侧恭敬 向受邀的108位上部座法师们 尽限加沙与最真心虔诚的供养 晚间海淘大和尚手持灯竹 来到大金塔广场上 一面念诵着点灯祭 一面领众点灯 为瑞德贡大金塔点万灯功德 再造福田 不消片刻 广场上处处明亮 万盏灯竹 在佛子们的慈心妙手中 磁光星灯 幻燃片照 利乐十方 位于阳光市中心的 霍太坦 波德通宝塔 是缅甸典藏佛陀法社利 等珍贵历史遗物的主要宝塔之一 波德通宝塔 又有八角迷宫之称 相传曾获得佛陀赐予八根圣法的寿迹 因此 前来争夺圣物的人们 总是络绎不绝 不脱金雕玉器的华丽 曾挺废于壮火中的宝塔 修复之后 仍以一幅幅的壁画与珍藏 继续千篇不倦的古老传说 当人们于佛前前程发露忏悔的同时 显示红中 正骨朔金 犹如对众生的耳提面命 莫忘喜心迪沉 静观初心 来到流经凋敝的宝塔大殿前 大和尚领众观修十贡仰云 众人专注当下 赞颂贡仰祭 前修静观 同时 也于佛前将所作功德慈悲回向 祈愿成佛慈力 如海妙玉符慧功德 拼六道友情众生 大殿外终身平平 即将剔度的小菩萨们 各个黄袍香花 灌精散盖掩饰 竭尽所能地 展现全心全意的虔诚恭敬 相亲好友 善男性女们 各个盛装 捧持各种宝瓶贡物 前来随喜 庄严佛宫 莫大的广场前 法师带领众人 主一礼尽十八罗汉 与菩萨圣相 获随喜共僧 恭敬福田 在参拜的诸尊佛像中 包括来自中古世纪的古佛像 以及面容宁针 栩栩如生的佛菩萨圣相 仿佛记忆跨越时空 教会出新的生命经验 八角轮盘前 来往行人 各自投避许愿 各随愿想的刹那 仿佛贪婪的看见浮华 敏慧的觉知善巧 天卑的关乎细微 觉醒的照见信空 依照缅甸的风俗民情 是以椰子芭蕉摆盘共果 入境随俗的当下 海陶法师领众持咒念佛 愿在持金刚海音如来菩萨的加持下 重等除病消灾 后福发财 法喜安康 透过湿石放生 一盘盘用来湿石的绿叶水米 精油法师加持后 一一投向油油绿池中的水族或甲鱼 墓法上昂首寂寞的甲鱼 仿佛也倾听了众人慈悲的祝福 大般若波罗蜜波罗蜜多经 第六分劝戒品中 佛告漫术师利菩萨言 智慧神力统一法界 般若方便 二相平等 能做有情无量利乐不可宣说 来到乔达基沃佛寺 来到乔达基沃佛寺 慈悲的海淘法师 首先以四无量心 为众人开示 菩萨道的修行法要 愿诸有情 俱乐即乐意 愿诸有情 离苦即苦力 愿有情 不离无苦之乐 愿有情 离清书惜苦的 那我们修国上导演 好吃这四无量心 而花怨众生 都要让他们成功 来诸佛妙法行圣神 诸佛妙法 以我不施的功德 以我不施的功德 为利益众生 愿成佛 自己呢 保持菩提心 从今天直至成佛 不离开菩提心 来修行 那所修行的功德 愿我不施 持见人禄等等功德 为了利益众生 愿成佛 要发起这个愿力 所以我都告诉我们 那么 不要有贪圣痴 要保持这个慈悲心 跟愿力 大悲心菩提心 那这才是我们真正的生命 不然世间一切 变化无常 好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那大家现在 绕佛 来着 看看旁边的这些 然后知道 活的底 脚底的时候 要怀孕 还是怀孕 自己要 等一下来 常随佛学 常随佛学 普渡众生 那学学佛佛 这样 生生世世的 怀孕 往生进土 以后清眠再来 帮助这个老众生 必须得了 所以我们在佛的脚底 我们就想 放下的愿 面对 卧佛 佛子们 虔诚合掌 瞻仰慈容 环绕 卧佛的高台上 摆满了 各色美丽的鲜花 善男信女 跪拜佛前 祈愿祝导 其境中 仿佛上贡诸佛 夏季六道的慈心悲愿 以达天听 如大般若波罗蜜多 经中云 过语言境 而顺有情性跟差别 做种种说 种种视线 三十二相 八十随好 随有情 心皆能视线 借由佛教故事 佛陀的法教 在缅甸得以片处传扬 也因为许多修行者的神通故事 让佛教在缅甸 充满引人入胜的传奇色彩 佛陀此眼视众生 尽管在末法时代 佛法依旧如灯塔 直指修行证悟的解脱之道 一如海陶法师 一如海陶法师所说 如果一法 能让你增上利他心 简灭贪嗔烦恼 这就是正法 占仗佛祖的千佛轮相 在无始劫以来的浩浩缩佛中 仿佛早已如实预示了成佛之道 拥有堡垒般兼顾外貌的 万人石窟道场 其实有似温然天成的石窟秘境 以陶金形的石拱门凸显尊贵 高悬的缅甸国旗 提点出万人石窟道场的国家级地位 窗过狭窄而挑高的狼道入内 清白相间的圆色玉石 沿贴高拱的外天墙狼 瑞瘦同环把手 景象在略为斑驳旧色卯钉门片上 越发显得古色古香 这座为世界佛教举办 第六次经典节级大会而建造的厅堂 也是缅甸国家级宗教类考试的指定道场 从建筑物内部结构来看 座位的规划有僧俗之别 同时以僧且的位阶权重 也有其相对位置的规划 殿堂两侧的梯形座位上方 共有一百零八尊金身罗汉坐像 坐镇期间 亭楼挑高 金柱请顶 简洁的金绿与砖红色调 坠点在象牙白的整体铺城中 对比与调和中 衬托出一派的富丽典雅 此外 精巧细致的原木雕刻 从栩栩如生的佛像或文式中 也展现出这座国际级殿堂中 不可或缺的文化精髓 虫鸟林间 终顶低鸣 仿佛未纷纷扰扰的娑婆世界 尝尝菩提绝音 我在网络先进的时代 人人追求视觉上的冲击 不少人会分享与宠物互动的影片 这天我也登上了网络 即将表演的是一场喂食秀 而我即将成为饲料 被一只巨蟒把玩 眼前的巨大历史 是我最后的记忆 透过大师傅的建议 我来到了天堂 这里有许许多多不同遭遇的同伴 因为这里的慈祥 安和 大家都过得很开心 而且这里的一切 似乎都是真的 是真正属于我们的天堂 八戒离遇求出离 末发慈悲方便门 众等发心求禁戒 种植出示解脱种 宜兰大碑观音道场 举办八观灾戒 即药石经祈福法会 恭请上果下词法师 传授及原通寺僧团领动 日期十月二日 星期二 时间上午八点半开始 下午攻读药石经 即佛法开始 地点 宜兰大碑观音道场 宜兰县三星乡三星路二段20号 电话03-989-9319 03-989-9319 03-989-8686 03-989-8686 宜兰大碑观音道场 宜兰大碑观音道场 举办礼拜药师宝灿 即佛前大共 护身祈福法会 恭请上广下护法师 及法务指导 僧众群 共同领众 日期十一月十二日 星期五 时间上午八点半开始 地点 宜兰大碑观音道场 宜兰县三星乡三星路二段20号 电话03-989-9319 03-989-9319 03-989-8686 03-989-8686 宜兰大碑观音道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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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中的习俗 逢各种节日便需要三星罪拜周身 也可念辨识咒吗 这个不能念 第一篇就是要讲吗 这个要念 就是要超度那个诸啊 超度 因为你或许没办法改 如果你能够改就没问题 你不能影响家里人改 如果你是完备 那你要念超度这些猪鸡鸭三星的 这种咒语 帮他超度 超度完以后 布施是另外你用水米布施 或是你用你的功德力回向给他们 所以这些被宰杀的畜生 我想我们小时候都有 那我们要经常回向 所以现在不是你的问题 每年七月光华人杀掉的行列 你看有多少 我们讲大悲心的人 不是光自己说 我已经吃素了 我已经用素食了 我们关心的是所有众生 所以每天为这个来精进